此地讲的祝货 就是妄想分别之主 大臣教一般的来讲 无名烦恼 沉沙烦恼 见死烦恼 这就是祝货 天台是一种三观的方法 看破 看破之后 你得把三种迷惑放下 这就成功 如果看破不能放下 那就没法子了 这一桩事情 谁都帮不上忙 完全要靠自己 佛能够帮忙的 只是把这一桩事情讲清楚 讲明白 这佛帮得上忙 帮助我们看破 可是放下帮不上忙 所以诸位一定要想得 佛菩萨帮我们的忙 就像学校 老师教导我们 指导我们 功课要自己去做 老师 老师不能帮你做 所以 看破 老师能帮忙 放下 决定是自己 这个别人 没法子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诸位也要想得 在先前的阶段 特别是最近 十年 过去比较少 最近这个深年 越来越多 同音的 附体的 我们见到很多 来干什么 来朝 求朝度的 朝度 是我们对他 讲经说法 宋经拜佛将功德 回向给他 他能得到受用 真正得到受用 是他自己要开悟 自己要放下 我们只给他一个 正上语言而已 我们做这一堂佛事 比如三十七年佛事 他参与 佛事里面 他真听懂了 真听明白了 他回头了 觉悟了 真正忏悔了 他的利益 真正忏悔 法院求生净土 他就真往上了 我们跟他做真正忏悔 不给他做真正忏悔 他没办法 所以超度 效果有多大 还是靠他自己 那我们做这些事情 帮助他的时候 要真诚 要恭敬 他才能受益 如果我们没有真诚心 没有恭敬心 给他开示 他听得很模糊 听不清楚 所以真诚 恭敬 比什么都重要 帮助鬼神 跟帮助我们人是一个道理 现在 似乎是 人比不上鬼神 这什么原因 鬼神知道苦 所以他求 处理六道的心切 求往生的心正 现在读鬼神 比读人好多 人不相信 人没有真诚恭敬心 谁听教 讲得再清楚 讲得再透吃 他都听不懂 他听了不开我 鬼神用真心 恳切的心来学习 他得的利益 比我们人 得的多 道理在此 我也听有信 感谢观看